每日神话 在神的眼中 凡是接受神的看顾 保守成全 被神得着的都是义人 都是被神看为宝贵的人 越接受神现实的说话 越能领受明白神的心意 因而越能活出神的话 满足神的要求 这是神对你们的托付 是你们所有人该做到的 人若用观念衡量神来定归神 犹如说神是一尊永不变的泥像一样 完全把神定归在圣经中 把神定行在有限的工作中 证明你们把神定了罪 旧约时代的犹太人 因着把神当作心中定了形的偶像 似乎神只能称为弥赛亚 只有叫弥赛亚的才是神 就因着人把神都当作泥像一样 来供奉 来供奉 来敬拜 把当时的耶稣定了十字架 判了死刑 原本无罪的耶稣被定了死罪 神是无辜的 但是人却不放过神 硬是把他判了死刑 因而耶稣被定了十字架 人总认为神是一成不变的 根据一本圣经就把神定归了 好像看透了神的经营 好像神的所作所为 都在人的掌握之中 人类荒唐到极点 狂妄到极点 人都善于夸夸其谈 不管你对神的认识怎么高 但我还是说你是不认识神的人 你是最抵挡神的人 你是定罪神的人 因你根本不会顺服神的工作 而走神成全人的路 为什么神对人做得总不满意呢? 因为人总是不认识神 人的观念太多了 对神的认识 无一点是合乎实情的 而是千篇一律 死般硬套 所以说 神今天来在地上 被人重新定在了十字架上 残酷的人类呀 勾心斗角 你争我夺 争名夺利 互相厮杀 何时到头 尽管神的话语 说了千千万 但人无有醒悟的 为家庭 为儿女 工作前途 地位 虚荣 钱财 为吃 为穿 为肉体 有谁真正为了神 即使是为了神的人 也几乎很少有几个 是认识神的 有几个不为自己个人的利益 有几个不为维护自己的地位 而压制别人 排斥别人 所以说 不知多少次 神被迫被判为死刑 多少残酷的法官 给神定了罪 把神重新定在十字架上 有几个是真正为了神 而能够称为义人的 要想在神面前 被成全为圣者或义人 就那么容易吗 世上无义人 义人非在世 这是一句真话 你们来到神面前 看看你们身着之衣 看看你们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每一个心思意念 就连你们每天做的梦 都是为了自己 这不是实情吗 义并非是施舍给人 并非是爱人如己 并非是不争不吵 不抢不偷 而是无论何时何地 都能以神的托付为己任 以顺服神的摆布安排为天之 正如主耶稣所做的一切 这就是神所说的义 罗德能称为义 是因为罗德不顾自己的得失 救了神差来的两个天使 只能说他当时做的事 可称为义 但他并不能称为义人 罗德看见了神 所以才以自己的两个女儿 来兑换两个天使 但是他在以往所行的 并不都代表义 所以我说世上无义人 就在这个恢复流中的人 无义人可称为义人 你行得再好 外表再荣耀神的名 不打人 不骂人 不抢不夺 也不能称为义 因为这是一个正常人 能够具备的 现在关键是说 你对神并不认识 只能说 你如今才有点正常人性 但并没有神所说的义的成分 所以说 你的所作所行 并不能证明你认识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